我至少三十个兄弟 每人二十两个银子就行 见男人是一个人 小混混便想以多欺少 可他却找错了人 在下蜀中飞刀里 山东铁壁鲁 香西无影镖 跟着哥哥 庞山酒店 刹那间 男人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同伴 可小混混也丝毫没在怕的 提着刀就过来了 见手下都被打趴下了 领头的气不过 却被男人一板凳 差点砸回老家 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喽喽 对于男人来说根本不够看 另一边的酒店 一手拿刀 一手拿盾 攻防结合 无影镖人如其名 斗篷一线 倒地者连镖从哪里出来的都不知道 飞刀里一手飞刀指哪打哪 铁壁炉 一双手臂 如同铜枪铁壁 抬手剑就将敌人砸得七荤八素 男人名叫孟思照 外号孤狼 其实这群武林中人 和这个叫孤狼的男人素不相识 之所以拔刀相助 不仅是看不惯小混混的仗势欺人 还因为大家有同一个目的 前往铁王府支援 守护清明宝剑 相传清明宝剑 曾是武当始祖张三丰的配件 无数腥风血雨 因他而起 直到多年前 武当派苏家弟子李穆白 联手铁王府铁贝勒 拿到清明宝剑 这才平定了江湖纷争 自此清明宝剑 便被藏于铁王府中 然而随着李穆白和铁贝勒相继离世 清明宝剑失了庇佑 江湖各路拘境叵测之人 纷纷蠢欲动 为了保护清明宝剑 小贝勒只好请来 遭一影视的女侠于秀莲 收到消息后 于秀莲立即动身 但却有人并不希望她出山 还没来到王府 追杀就来 于秀莲手持长剑 破顶而出 纵使她武功高强 但对方人多时重 这时 一名头戴远顶帽的蒙面人 横空出现 帮于秀莲脱困 一名手持双截棍的杀手 冲向于秀莲 但却根本不是于秀莲的对手 就连面罩都被踢落 四眼的亮光闪过 这个叫魏峰的刺客 转身跑走 于秀莲没有追 此时其他的杀手 也在蒙面人的帮助下 全部清除 这时 于秀莲无意中 看到杀手脖子上戴的项链 看来这群人 都是受西联派指示 而这 仅仅只是开始 一个小姑娘 竟敢单枪匹马 闯进土匪窝 指明道姓要找 土匪头子单挑 然而他一刀下去 却被对方挡了回来 随后接连几个后空犯 躲过土匪头子的攻击 手上的刀却成了两截 姑娘也不练战 打不过就跑 土匪头子也没继续追 他还是个厨 不个女人样了再杀不迟 这个土匪头子 江湖人称代言王 曾是武当派弟子 因心术不正 被逐出世门 专做杀人越货的买卖 听闻铁贝勒林是清明宝剑屋主 也想将其抢回来 借此登上武林至尊的宝座 可他派出去刺杀于秀莲的杀手 几乎全部命丧当场 只剩下一个叫卫芳的 而他没带回于秀莲的人头 却带回了一个 似称九幽女的老太太 要去清明剑 只需他一人 九幽女擅长旁门左道 在他的推演中 代言王将会夺得清明宝剑 一统江湖 所以特来追随 魏芳不过是于秀莲的手下败将 他能取来清明宝剑 代言王不幸 可九幽女说的笃定 反正是不值钱的小卒子 让他去去又何妨 很快魏芳赶到铁王府 悄悄溜入房中 搜索片刻后 魏芳锁定清明宝剑所藏之地 刚打开确认 却被身后突然伸出的一只手打断 是一个蒙面女人 她也是来抢清明宝剑的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一不留神被女人撕开一惊 将胸前的胎记露了出来 女人顿时愣住了 魏芳趁机用肩膀一撞 剧烈的声音惊动了王府 就连于秀莲也闻讯赶了过来 这下魏芳是插齿难逃了 但他不明白 为什么戴炎王会派个武功 这么差劲的小子过来 而那个蒙面女人 却早已摘下面罩 没想他竟然就是挑战 戴炎王的小姑娘 自杀失败后 他便来到了王府 铁贝勒生前帮助过不少人 所以近期有很多江湖人士 前来吊咽 这个叫雪平的女人 就是其中之一 趁机混入王府 想偷取清明宝剑 不料遇上了魏芳 在见识到鱼秀莲的身手后 雪平顿生仰慕之情 决定留下来 拜鱼秀莲为师 接二连三的刺杀 让鱼秀莲深感一切的货源 就是清明宝剑 所以想要将其归还给武当山 可小贝勒却不同意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广招天下有志之士 前来铁府相助 可鱼秀莲没想到他回来 既然你没有死 为何到今天才出现 已死多年的未婚夫 竟然又活了过来 鱼秀莲有的不是惊喜 更多的是愤怒 而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些年来 化名为孤狼的孟思昭 一直在暗中保护他 之前鱼秀莲遭遇西连派自杀 正是他出手相助 虽然两人有婚约 但孟思昭却知道 鱼秀莲对李木白的情谊 所以便借着 和代言王一决死战的机会 假装被其打落悬崖 尸骨无存 实则却是换种方式守护他 让他有机会寻找自己的幸福 其实他和李木白之间 从未于局 面对鱼秀莲的怒气 孟思昭无言以对 眼下当务之急 是保护好清明剑 自从魏方被抓后 西连派却一直没有动静 这让鱼秀莲愈发奇怪 而他的直觉告诉他 魏方和雪平的关系 绝对不简单 鱼秀莲虽没答应 受雪平为徒 可见雪平练剑 忍不住指点一二 可雪平还是刺歪了 他的心似乎始终都静不下来 就连被关在笼子里的魏方 也忍不住吐槽他笨蛋 这让雪平越发气恼 他想换个地方练剑 却被鱼秀莲拒绝了 雪平只好硬着头皮继续 而魏方就在一旁锅躁 鱼秀莲便让他拿剑 两人切错了一番 不过雪平的轻功不错 应该是有师父教过 和鱼秀莲猜测的一样 雪平之前有过一个师父 对于这个师父 他似乎并不愿多谈 无愧是 威震江湖一方的女侠 正如于秀莲猜测的那般 她和魏方的关系并不一般 晚上雪平长到魏方 她将渐渐对准熟水中的魏方 可犹豫片刻后 还是收回了手 而她刚走 魏方就睁开了眼睛 隔天训练继续 今天雪平被安排的是 单腿扎马步 笼子里的魏方 闲着无聊 找雪平聊天 雪平根本就不想搭理她 可魏方滑头的样子 让她还是忍不住弯起嘴角 黑夜中 数十名杀手蜂拥而至 而铁王府中有余秀莲 孟思昭等众多侠使相助 一时间西联派 也无法占到便宜 这时 雪平趁着混乱找到魏方 质问她是否 真的和西联派狼狈为奸 还没等她回答 西联派的女杀手已经赶到 两人二话不说 动起手来 雪平败了 快去 清明剑在东远 女杀手也不练战 当即找了过去 因为魏方的出手相助 雪平改变了主意 原来雪平的师父 便是魏方的母亲 她出生那晚 一位管家姨太太 也在客栈禅女 为了稳固地位 姨太太将两人孩子调包 那个女孩正是雪平 等师父发现时 已经来不及了 但她没有遗弃雪平 而是将她抚养长大 此后 师父便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 可等再次得知时 魏方已经被西联派收入门下 师父便去和代言王要人 结果 人没要到 自己也舍在了里面 临死前 师父交代雪平 他的儿子胸前 有一个雄鹰一样的胎记 日后雪平遇见了 如果他和西联派中人狼狈为奸 只管为武林除害 如果他心地善良 那么就代替自己照顾他 突如其来的消息 砸得魏方不知所措 西联派被成功击退 但一大早 提毕鲁就来找魏方算账 原来昨晚 魏方在支开女杀手后 对方在东远遇到了 乌影镖和酒店 两人为保护清明宝剑 至死不退 最终命丧对方之手 如果不是魏方 两人根本就不会死 所以他要找魏方报仇 可还没动手 就被孟思昭叫停了 要打就得像个男人 让两人公平较量一番 铁壁鲁虽然一手铁壁 刀枪不入 可他并没有练成 金钟罩铁不删 身上其他地方 也不过是肉体凡胎 几招过后 铁壁鲁败下阵来 但他和飞刀里 对魏方的杀意却不减 当晚雪平 便悄悄放魏方离开 不料却亮成大祸 把剑交给戴门主 否则你师父铁乌鸦 也活不到天亮 清明宝剑在此 你看不见也拿不走 九幽女奉命 带人来铁王府夺剑 刚找到剑 余朽莲就来了 他还想开门逃 却遇上了小贝勒 送上门的人质 不要白不要 但没想到的是 他明明可以用小贝勒换剑 我与剑下亡魂为伴 为我复仇 余朽莲没有继续追 只是遗憾没能救回小贝勒 而在这一夜中 已死太多人 都说清明剑是一个宝物 但很多时候 这柄剑都是和鲜血为伴 这样的剑 还能被称为宝物吗 虽然上次西连派无功而返 但却还有个卫方 被关在王府里 担心他会受到牵连 雪平便悄悄放他走 不料卫方却将清明宝剑 一并偷走了 清明剑一旦落入代言王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孟思昭赶紧追了上去 你要剑还是要命 对我来说这把剑比我的命重要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卫方想逃 可去路全被孟思昭封死 只好在兵面上与孟思昭短兵相接 而此时 兵面也在两人打斗之中 出现了碎裂 卫方便以碎兵为武器 砸向孟思昭 可这些小伎俩完全不够看 眼看卫方就要支撑不住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 正是卫方的师父 师徒左右夹击 有了师父的加入 卫方总算能喘口气了 可孟思昭太强了 接连一脚 将卫方踹飞在地 本就脆弱的兵面 直接碎了 卫方也因此沉入湖中 孟思昭见状一个翻身 将卫方从水里拉了起来 可他师父却恩将仇报 趁此机会 一连两脚将孟思昭踢开 你拿着宝剑快走 卫方想拒绝 但师父根本不给他机会 卫方只好带着剑 回到西连派 而他走后 师父拼尽全力 此时已被惹急的孟思昭 再也不留守 而后将其斩杀于剑下 但他也因此受伤 好在于秀莲及时赶到 直到此时 于秀莲才真正理解了孟思昭 当年孟思昭为了狭义和责任 选择用那样的方式离开 然后又孤独的截然一身 守护在他身边多年 清明宝剑他们必须要夺回来 只是卫方接下来的举动 却让他们都始料为及 男人带着武林至宝 清明宝剑 将大摸头戴炎王事成 你的师父会为你骄傲的 话音刚落 见戴炎王走近 卫方出其不意拔剑砍来 可戴炎王反应极快 一个侧翻之下就躲了过去 最后拔刀和卫方缠斗在一起 自从得知母亲 为寻自己死在戴炎王手中 卫方便发誓要为母亲报仇 这也是他偷取清明宝剑的原因 然而他根本不是戴炎王的对手 此时窗外却传来马匹的丝鸣声 是余秀莲和孟思昭 带着大家追过来了 戴炎王丝毫没有被塔下的 打斗分神 一脚将卫方从窗户踢了出去 塔下的孟思昭剑状准备上来 卫方将手中的清明宝剑丢给他 阔别多年两人再次交手 当年他会败在戴炎王手中 是因为他想借对方的手夹死 隐身江湖中 而今他没有任何顾虑 清明宝剑和七杀刀 碰撞出刺耳的声音 让人听得头皮发麻 就在两刃颤抖之际 塔下的余秀莲想上去帮忙 突然从塔里刺出一根银针 余秀莲小心翼翼的跨进塔里 可他刚进去 门就被关上了 塔内陷入一片黑暗 是九幽女 他自知手上功夫不如余秀莲 并想用旁门左刀迷惑于秀莲的心智 不想于秀莲的心无比坚定 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但此时塔下众人却陷入苦战中 背刀里和铁壁鲁先后被杀 在两人倒下后 雪平跟上 对战曾用几招就打败他的女杀手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淬炼 雪平的功力飞速上升 瞅准时机 雪平一箭刺去 女杀手倒下了 这就是于秀莲说的 用心去战斗吧 可下一秒 一股心血从他的手臂流下 随即再也支撑不住 倒在地上 不远处的卫方剑壮 连忙冲了过来 雪平终究没能活下来 此时在塔顶上的孟思昭和戴阎王 也打得热火朝天 孟思昭一脚将戴阎王踢翻在地 随后又是一脚 戴阎王怎么也没想到 他以为可以得到一切的清明宝剑 最终却没有为他带来天下 而是让他丢了性命 西灵派就此消失 混乱的江湖 也在于秀莲 将清明宝剑归还武当山之后 再次回归到平静 这部卧虎藏龙2 清明宝剑上映于2016年 武打场面依旧酣畅淋漓 但比起第一部 却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你更喜欢哪部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